美工人发现了法国海军一个奇怪的操作 他们将全部的两栖攻击舰都派遣出去了 为什么要说法国海军是在找死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乡情 正值法国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时刻 为什么法国海军派遣出所有的两栖攻击舰 是要让海军两栖攻击舰远离疫情严重的法国本土避难吗 如果是这样那还可以理解 问题是法国海军不是这样想的 美媒报道称 法国海军将所有正在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三艘两栖攻击舰 并派遣去了亚洲和美洲 这是法国海军执行的新的任务之一 这代表了海军在为法国人做出的所有努力 而不是如戴高乐和航母一样给国家带来麻烦 雷电号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在三月末运送了科西夹岛的新冠肺炎患者到法国本土 随后西北风号两栖攻击舰 现在正是向印度洋的刘尼望岛进行抗击疫情 尼克斯木德号前往了地中海 海军在支援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是全球都在做的事情 法国人这样做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美国人发现 法国人居然使用两栖攻击舰运送和救援新冠肺炎病人 这让美国人着急了 美国军事观察人士指出 西北风级两栖舰的排水量仅有21500吨 虽然拥有先进的医疗设施 每艘舰上有两个手术室 射线室 牙科诊所 CT室 20个病房 69张病床以及7个重症监护室 但面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 几乎是杯水车薪 实际上美国海军正在遭受这样的失败 纽约州州长科默表扬了 美国海军舒适号对纽约州的支持 但是明确表示 全球重灾区的纽约人也不需要这艘船了 该去哪就去哪 美国海军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尴尬驱赶局面 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看到一个清晰的现实 仁慈后几乎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20多天只接受了178名患者 另外这艘船也被感染了 这显示了美军糟糕的管理 以及医疗船的确不适合抗击疫情 简而言之 法国海军派遣出两栖攻击舰去抗击新冠肺炎 这就是在找死 说起西北风级两栖舰 过去还同中国有那么点瓜葛 当年法国拒售给俄海军的两艘西北风级两栖舰 有传言称要转卖给中国 传言终归不准 最终卖给了埃及 好在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075型两栖攻击舰 好在这边